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先講講何B 怎麼講性器官?何B? 不是,何B是何守信 何B的兒子,是不是何B仔? 我們今天講到何B的兒子 被人看到的樣子 這麼厲害?何B有兒子嗎? 真是何B仔?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們今天講一條何B仔 講到何守信,其實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們有個嘉賓知道 在加拿大 窮飛龍在加拿大回流回來香港 讀完書 所以有些人說 喜歡聽窮飛龍說話 我也喜歡聽 他的information夠厲害 你不要小看他 顧家輝又頒獎給何守信 原來也經常碰到他 找回窮飛龍說何守信 一家三口的合照 原來有兒子 你也不知道嗎? 二國生活隱居多年 究竟搞什麼呢? 他跟汪明傳 都多話說 他說何守信特別多話說 他說如果大家喜歡聽的話 他說多些何B仔 鮮為人知 他就厲害了 他說 他開始說 這二十年經常說 又是壞到做打工仔 等等 他到底做什麼 現在 成八十歲 何B師傅 兩段婚姻 跟汪明傳 發生過四角戀 嘩 他說 拆解最重要的兒子是誰 又說畢業又成成 靚仔仔 我們交個波給他 講到很多秘密很多秘密很多內幕 交個波給你 窮飛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我想說一下何守信 為何無緣無故說何守信 因為伍仔網上發現了這樣的題目 他叫我查查一下到底是真還是假 這個題目 何守信而止掌相太驚人 現一家三口合照曝光 隱居二國生活 洩露讓人驚人 後面還有 井TVB 和汪明傳 有關啊 Jazz 你知道在網上有很多假新聞的東西 這些東西 從哪裏作出來 不過沒有理會 既然叫我查得 那我不如 首先第一件事 我好奇 我就在Google 打打何守信 看看有什麼記憶 竟然有這幾個記憶 第一個記憶就是兒子 大家真的很關心何守信的兒子 何守信真的有兒子嗎 從來沒有聽過 其次 何守信老婆 哦 也有點吱吱 不過何守信有這麼多老婆 大家是關心哪一個呢 何守信近方 大家都應該很想念何守信近方 以我所知 何守信 例如 1988年的時候 移居過加拿大 當多那裏 之後 有些時間 偶爾會客喘幫電視台 例如 1992年 無線 嘗試過派人 去加拿大 成功邀請何守信 回港出任 1992年的巴掌龍牙奧運會 節目主持人 之後一段時間 1994年的時候 又在亞視有做過主持 2005年的時候 又在亞視主持過 開心大發言 這個節目應該大家都看過 中段原來在不打自己人的處境戲劇中演出 直到最近十多年 何守信在做什麼呢 就是2011年的時候 試過在香港電台早晨節目 《開心日報》當主持 而這個應該是他最後在傳媒工作 做到2018年的時候 何守信就結束了 沒有再做《開心日報》的工作 在2018年7月的時候 他就完成了《世界杯》節目之後 正式離開香港 退休了 回到加拿大 這就以我所知 何守信 即是香港最後出現的近況 我看看Google還有什麼 跟何守信有關 關鍵字 何守信 黃腳雞 有這樣的東西 算了 今天我的話題不關黃腳雞的事 大家有興趣 我再說 何守信 都關於阿姐的事 大家都很關心以前的何守信和阿姐的事 我試一下今集能否重量滿足 一次過說完 兒子老婆近方和阿姐的事 我就很努力地在網上查一查 究竟 網上說何守信一家三學合照曝光的那些 兒子的掌相太驚人 究竟這些是否真的 其中一張照片就給了我 裏面就說 何守信一家三學合照曝光的那些 不如關何守信的事 照曝光的那些都不小 應該畢業了很久 見到何守信的照片裏面都白皺頭髮 我再查一查一下 原來這張照片是 他的節目劇照來的 就是一套機電夢飛場裏面的劇照來的 不是真實的畢業照片來的 是不是搞完一輪之後 原來剛才說過那些 何守信一家三學合照曝光的那些是假的 不是 我最後查到是真的 是否怎麼真化 我手下再告訴大家 先說一下何守信的背景 何守信已經82歲 他本身是讀香港浸會學院 即是現在的香港浸會大學 化學系來的 1965年畢業 他曾經在香港浸大大學任教體育科的助教 難怪之後和體育節目這麼有淵源 1969年的時候 由鍾景輝介紹 進來TVB 最初是主持縮國體育節目的龐淑源 同時也是龐淑哥 世界杯足球賽 這些我未看過 但我有聽我的長輩說過 當時何守信做龐淑然的時候 這些說話非常風趣幽默 所以後來被電視台再上升 升職成位 簽他就是電視台合約的藝員 同時也是 無線裡面 史上唯一一位職藝員 什麼是職藝員 就是同時間無線電視職員 及無線藝員商場身份 有沒有這麼特別 現在曾志偉不是因為職藝員 之後就進去TVB 歡樂今宵 主持到1987年才離開 這些我有印象 其實我以前去過兩次歡樂今宵 我不是觀眾 我那時候是參賽者 我簡直是站在歡樂今宵的地方 直播直播直播 我認為何守信說話是有些幽默的事情 雖然在現在來說 我認為何守信說話也算是老正 但在老正之中 他有帶到少少少幽默出來 算不錯 何守信的感情史 比較為人熟悉 有三宗 其中兩宗是結婚的事件 分別是 在1973年的時候 跟歐家瑋結婚 但到了1975年就離婚 另一位就是 1996年 跟陳麗絲結婚 之後他們有一段時間 就在加拿大住過 有段時間 後來何守信回來之後 現在都回到加拿大住 另一宗就比較 大家應該很關心一下 因為網上也有這麼多人在找 就是說 1980年的時候 曾經跟阿姐那時候相戀 而且這段戀情 維持了兩三年 但阿姐其實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是跟一位叫劉昌華的人結婚的 是七一年結婚 但是1983年才離婚 即是有段時間 何守信跟阿姐的相戀 那段時間 其實阿姐還未離婚 究竟是搞什麼科 我先說回何守信的第一名太太 歐家衛 可能這一代人比較陌生 但其實歐家衛 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在影壇裡 被稱為女神級的美女 當時都很紅 當時是邵氏當時簽她 女神級到什麼地步 是當年傅商 霍英東 傳聞過去追求她 可惜當時對這個豪門 沒有什麼興趣 很大膽 很少人會對一個這麼大的豪門 沒有興趣 總管如此 當時霍英東 仍然對歐家衛 是一名 在心目中自己的紅顏知己 那麼紅顏知到到什麼地步呢 就把自己其中一個物業的大樓 叫做家衛元 很厲害 很厲害 喜歡到她 連大廈都要用她的名字來建設 後來歐家衛 1970年就入了TVB 聽說73年的時候 和何首相結婚的時候 大家都很猜不到 因為那時候其實也挺出名的 因為之前已經是五六十年代 是電影的明星 相比之下 何首相只是剛剛一位 身宅的主持 在人家旁觀者眼中 其實有可能覺得有一點 少許沒理解 會覺得 其實是窮少子配合有錢級的女神 為什麼會這樣都願意結婚呢 只能講愛情的事情 有時候就是這樣 他侍奏都不喜歡 你沒有喜歡 何首相覺得是帥 人人看法不同 或者是欣賞他的才能 在年齡上 其實何首相比他太太 還要小一歲 在當年裏面 無論名氣、事業、人物 都是太太比何守信強 傳聞其實也是當年是何守信 熱烈追求他 不過只能說 他最後就是 不喜歡錢財、喜歡才華 所以兩個商戀就是1973年裏面的結婚 他太太結婚的時候 完全選擇全身退出 娛樂圈 一生就完全想照顧家 當時看到自己丈夫的事業開始慢慢有起色 內心都感覺很高興 或者只能說那個年代的人思想都是比較傳統 覺得丈夫的成功就等於自己的光榮 對於丈夫的外面應酬就完全不過敏 對於丈夫的工作只能揭力所能去幫他 我相信華多話是有把他自己認識身邊的人可以幫到何守信 有重量幫他 可惜有時候人算不如天線 這個甜蜜分厚的生活 都不是維持好久 也想不到窮小姐最終 會背叛 富家小姐 其實我曾經何時都說過 Artist 很多時候 有人被人服侍慣 所以有些情況 他的性格未必是常人 聽說他那時 何守信太太 家裏和婆媳生活的情節 好像不是相處得那麼好 何守信家裏甚至有些 嬌生慣的習慣 因此難免很多時候家裏總有一些 閒魚閒魚的事情發生 雖然外面人們覺得何守信是娶了一個大明星回家 但是家裏人們覺得 如果你娶一個做家務的老婆 會比娶一個大明星更加有用 那時很多時候 何守信外面工作又忙 所以很少回家去處理一些事情 搞到當時 太太和父母的矛盾越慘 搞得越大的矛盾 有些情況甚至覺得 何守信會否有些 小蟹大做了 搞得那麼大件事 亦會有些情況覺得 太太和父母的矛盾不夠包容之心 加上有可能 偶爾聽到 丈夫外面和某某明星 有些緋聞的事情發生 我看回舊照片 當時 TVB是在做一個直播節目 而這個直播節目裏面 看到何守信和汪明荃兩個首牽手 這些如果回家 一定會被老婆質問 我相信何守信也不會回答他 他也是呼險了事 搞得那麼多問題 家裏也有問題 外面也有問題 他們最後只能維持了兩年的婚姻 結束了 另一邊商 汪明荃當時嫁給劉昌華 他當時 從事服裝行業 也是屬於一個 豪門家族裏面的人 當年汪明荃 很年輕的屬於豪門家族裏面 但是不是代表他過的日子 是開心的 很多時候他的丈夫 在外面遇到很多不同 很漂亮的模特兒 有時候接觸了一些模特兒 令汪明荃心裏面 有點不舒服 加上 豪門裏面有很多瑣碎的規矩 汪明荃未必對這些規矩來說 覺得可以完全 可以接受 加上有一次 阿姐當時是懷孕的 但是仍然看著他拍戲 沒有留意自己的肚子 他的孩子 原來終於發生意外流產 而這件事 醫生跟他說了 從此他不可以再生孩子 這件事對汪明荃 打擊很大 更加因為這件事 他家庭的家庭 更加常常在罵他 說他是一個不會生蛋的母雞 適逢的時候他們跟何守信 加入了歡樂金銷 很多時候跟汪明荃成為了 黃金的拍檔 在電視螢幕裏面 剛才也說過 阿姐本身在家庭的種種問題之下 加上他自己又不肯放棄 自己的事業 漸漸跟他丈夫當時的關係 就變得一般的 越來越不好 婚姻也開始走進死糊塗 當時聽說 何守信有幫阿姐 說話之下 終於阿姐就可以離開歡樂金銷 接拍電視劇 聽說當時的何守信 終於阿姐是忠於到很明顯的 完全不掩飾的 有一次在主持歡樂金銷的時候 竟然突然向阿姐表白 嚇到阿姐都彈了一跳 但無論如何都好 當時阿姐 有一點是密認何守信的追求 加上當時阿姐 丈夫聽說很多外面的 尖花野草 令他最後 無緣無故就跟何守信一起了 他在一起的時候 原來那時候 何守信還未 太太完全離婚 傳聞 他太太 試過去電視台找何守信 側問他跟阿姐的事件 事後因為這件事 太通天了 搞得很大件事 最後 何守信才跟歐家偉離婚 在那段時間 聽說阿姐的丈夫 就開始有點悔意 後來還斷了外面所有女人的關係 想挽回跟阿姐的感情 可惜 一切已經太晚了 阿姐最後也決定離婚 為甚麼跟何守信兩個人分開呢 因為這次時間有限 我暫且不趕 如果這次回應好的話 我下次還會再說 何守信和阿姐 Part2的感情史 何守信從陳麗絲 第二段何守信的婚姻 起因因為 傳聞是當年 1989年那時移民潮 適逢他們兩位一起 都移民了多很多 很多時候 大家相聚時間多了 加上當時大家都是 當地中文電視台的藝人 很多時候有共同話題 慢慢開始大家 認識彼此深了就開始拍拖了 直至1996年還一起結婚 何守信曾經對媒體說 陳麗絲是她生命之中 最重要的女人 陳麗絲本身就是唱歌很厲害的人 他在當年受蕭芳推介 在一套電影 跳夫裏面 幫忙做幕後代唱 當時那首歌是叫《問我》 這首歌亦因為 他唱完之後就一炮而紅 在80年代的時候 陳麗絲算在電視也挺活躍的 前眼視的合約女藝員 主持過節目 亦灌錄過唱片 但是整體上 在樂壇上發展也不算很如意 後來結婚年齡 他就選擇了結婚 而淡出了以偽界 但同時他當年遇上一個不如意的婚姻 最後亦和前夫離婚 最後獨自撫養他當時和前夫所生的一名兒子 近來 那些人說何首順兒子掌相太驚人 現一間三口合照曝光 如無意外 應該是 就是何首順和陳麗絲 和陳麗絲與前夫所生的兒子一起合照的相片 沒有說錯 其實都是間接都是何首順兒子 雖然他是繼父 一切謎底是不是解開了呢 這次也說得有點急 原來說何首順可以說很多東西 場編那麼多的東西 如果這次的點擊好的話我們還有PART2繼續何首順 那大家喜歡的話就給多點like 留多點comment 好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